阿呂最主要喝湯,今天我们煮这个湯,就是有裸头,这些是干的裸头,我已经先制过,怎么做呢,就将裸头浸了水,浸了大概一个多至两个小时, 然后洗净它,再用水,加大概一粒小小的冰糖,用慢火煮大概一个多小时,等它慢慢发脏软身之后,接着就切片,当然浸了那些水千万不要丢,就放进去割汤那里,还有滑山, 还有些白盒,还有些干芽柱,一块小的陈皮,两粒的蜜棗,小小的杞子,那这里就还有些牛肝菌,现在浸了它半个小时了,一会儿就放进去煮, 讲回这些裸片,它是干的,那些就这样煮汤就有时间搞,但如果我们预先就已经浸发了它,好像这次这样,我浸发完之后呢, 就切了它一片片,厚薄就随意,然后我就把它放在冰箱里,随时拿来煮汤都很方便,如果你不预先做了,或者制过它先,那你煮的汤就有时间搞的了, 好了,那现在呢,我就在锅里就下了四汤碗水,好了,那现在呢,我就先把那些淮山,陈皮,干芽柱, 和裸片呢,就有蜜棗,就先倒下去,那至于百盒、百几次那些呢,因为很快就会淋,所以就不需要那么快, 那和大家看到那些汤水都会有点像奶白色那样,就是因为呢,我不是说我刚才呢,就预先是炮制过我们那些裸片,那拿来浸, 那和煮过那些裸片的那些水呢,就留回它,就用来做这个汤,那所以这里呢,就大概是四汤碗水左右, 好了,那现在呢,我们就将那些牛肝菌呢,放进去,那现在呢,那些牛肝菌呢,就倒下去了,那现在可以呢,就用个中火,是煮它半个小时, 好了,那我就将煮汤呢,就已经煮了一个半钟,那接着最后呢,我就将那些包包,就倒进去煮, 那现在呢,那现在呢,就再煮多它呢,大约半个小时,那现在呢,就将那些杞子倒进去,那再煮多它呢,大约10分钟就可以了, 好了,说那么快呢,那就煮完了,那由头到尾,加加起来,两个小时左右, 这些螺片啊,非常之辣,那那还有呢,牛肝菌啦,淮山啦,那大家会看到这一个色水那么深的呢,就是因为我将呢, 是浸牛肝菌的水呢,倒进去一起煮,好了,不说那么多了,先喝了汤先, 麻烦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